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又到了分享我用了什麼胸瓶的時間 每次拍這類型的影片,我都覺得很有成就感和滿足感 這次廢話不多說,我們馬上開始吧 化妝棉依舊都是它倆 日本這一款是早上去角質時用 無印這一款是濕敷時用 然後每次出現都還有它們 去角質化妝水我講過很多次 每天早上用來清潔面部是可以抹出黃黃灰灰的東西 Softimo的這款化妝油簡直是性價比之選 很多人用完之後都會發訊息跟我說 跟它相逢恨晚 因為這樣的價錢然後有這樣的功效 化妝很徹底很清爽 找不到第二支 接著有十多盒的Color Corner Olan的Spanish Circle系列 然後Secrets系列三圈的綠色 還有這款Fifi Ring 可以說是我最常戴的Corn 我一不戴Corn 一戴就戴Color Corner 如果我要預計自己八小時至十小時 我就一定會選Olan 然後還有這兩盒的日本Corn 一個是綠色 一個是紫色 如果想選擇色彩度比較大 但又不想放大 效果很厲害 看上去看到有顏色 但不會太突厚 這款就最適合你了 然後還有手上這款的日本Corn 我自己覺得它就不是走自然風 它是看上去有明顯帶了ColorCorn的效果 所以一定要戴妝才可以戴到它 然後想重點分享這兩盒Corn 是昆寧新出的ColorCorn牌子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以及等待一些評價 它總共出了六隻顏色 我買了橄欖綠和花神粉 我自己不太喜歡 特別是花神粉這一盒 不知道為什麼我戴上去幾次 是有少少紅筋和敏感的情況出現 而且這兩隻雖然是有色彩度 但戴上眼後是很自然 好像戴啡色Corn 如果你很近距離看 應該都看得出是粉紅色 但綠色這個 你怎麼看都看不出 然後就到頭髮用品方面 我又用完了一支紫色洗頭水 我要買它 因為你看到頭髮又開始橙橙黃黃 你飄過或者染得很淺色 如果你不是想要這些橙黃色的 就一定要買去黃的洗頭水 才可以流出色彩色彩色 然後就是這支Miu Bang的洗頭水 它是比較著重修護效果的 第一次用的時候 我覺得它的油滑程度 是可以比美髮型屋的洗頭水 然後呢 它真的很香 它有那種青蘋果味 總之就是很像在salon的感覺 但是去到夏天的時候 我覺得它太強修護性 就有一點點黏 因為可能經常出去 流汗 冬天或頭髮如果很乾乾 很受損的話 用它是非常好的 然後就到這個印尼牌子的護髮產品 這支髮膜呢 我想說我買不回 我買開那間店只剩一包包 它好像沒有再入脂妝的布 頭髮是滋潤度很高 然後又不需要很長時間 不用又要焗又要性 塗完頭一會兒 然後再沖水 就已經非常油順了 另外呢 就有這個的髮尾油 是一粒一粒的 我吹頭的時候 吹到一半就會用一粒 然後繼續吹下去就會很順暢 很滑 很香 然後就到這支的頭髮噴霧了 不知道為什麼不見了噴嘴 但這支我一定不會回購 我覺得噴了和沒有噴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然後這支就不關閉給大家看了 因為我在日本買的 是一個吹頭可以吹得快一點的噴霧 我覺得它的酒精味就有一點點重 所以就算去到日本 我也不會特別回購 就不多說了 然後就到這個浸浴媽寶 我又用完了一包五公斤的死海鹽 還有這支有兩支的茶樹油 雖然我現在已經沒有濕疹 但是浸浴對我來說是一件很舒服很舒緩的事 我喜歡茶樹油的味道 又可以殺菌 又可以修護皮膚 也是非常好 然後有兩瓶的落妝膏 一瓶是Eve L'om 一瓶是Emma Hardy 如果你在找落妝膏的話 我覺得這兩款都OK的 自己個人是喜歡Eve L'om的味道 比Emma Hardy 但是我覺得Emma Hardy的 推出來的延伸性 又比Eve L'om好 純粹是這樣的 然後就到Fresh的這一盒磨砂 它是我用過的磨砂產品之中 最溫和得來又最滋潤的 雖然它單價可能有少少貴 但是它用到很多很多次 而且磨完之後皮膚很滑 好像BB那些皮膚 我自己很喜歡 另外有一款是Mask 也是Fresh 這款就是他們的Black Tea Over Night Mask 這款Mask 我想有八成以上的人都不適合用 它是潤到有焗的感覺 但是為什麼我可以用得到一瓶呢 就是我以前的鼻敏 真的很厲害 我的鼻翼第二天就會開始脫皮 很大塊 整個龜裂了 用它一兩天就可以修復 說到面膜就順便說到這個唇膜 它是Lanecho出名的晚安唇膜 晚上敷完之後 早上就會比較容易軟化角質 但是我用了三四間之後 就覺得越來越無感 所以我就沒有回購它 接著就有Love is Derma的這支精華 這支精華我覺得它是適合肌膚很成熟 然後太乾 又不加油膩的人去用 因為就算我這些乾性皮膚的棕類用 都覺得未去到這個級別 然後就到這支Awareness Organics的精華油 這支我分享過太多次了 我真的很喜歡用它 然後晚上如果我沒有時間或者很懶 只用它去代替所有的步驟 我都不會覺得對皮膚有內疚感 然後又是說到沉的這個The Ordinary Eye Gel 我好像是用到第四支 都是不停回購的產品 太多人問我了 它真的對黑眼圈、眼袋、眼紋 全部都沒有用 純粹是早上去浮腫 所以如果你要找其他功效的東西 千萬不要找它 新鮮滾熱,剛剛用完的FATTIV美白精華 這支是我人生最快用得完的產品 光束地沒有了 你會看到我的臉 怎樣都是健康膚色的 我不會是那些白的人 但是呢 你看看我的手和臉 當我有粉底 你看看我的頸和肩膀 因為我是塗在這裏 塗在這裏 然後 之後 是差很軟 現在手是像炭一樣的 它的美白效果真的很顯著 但是它無法打斑 它可能是整個彈性 幫你去黃壓白 同樣都是美白精華 這支Drunk Elephant 我就完全不喜歡了 我看不到任何美白效果之餘 它還會令我敏感 我塗完它臉會癢 然後起一點點 所以不是它的錯 因為我用很多維他命C產品都會敏感 它只不過是其中之一 然後有兩支Bio Essence B5 Gel Cream 這個Cream很適合夏天使用 我想除了乾性皮膚之外 連油性皮膚的人都應該會喜歡它 因為它很清爽 不黏黏 又做到保濕的效果 是很適合我來做日霜的 另外還有這個Anne Palmera的面霜 這個Cream其實我一年四季都會用得著 冬天我會當日霜 夏天會當晚霜 然後好像是用到第三至第四季 因為如果臉比較不穩定的時候 其實用它都會冷靜 而且敏感性皮膚都可以用得到 化妝品方面 就有Charlotte Tilbury 這支Magic Foundation 它算是我最喜歡的其中一支粉底 如果有什麼重要場合或者特別日子 我一定會想起它要用到它 它的妝效是很完整 很完美 很無瑕的感覺 它的遮瑕度是非常非常之好 所以有什麼膚色不均勻 一些瑕疵 斑或印等 一層起兩層子 完全就會遮到 是完美的那支 而且它的持久度也很好 但我覺得夏天如果這麼悶 要在室外就差一點 但其他日子都可以耗到全日完美妝用的粉底 Shading我是用Romaine的修容餅 它原本就是這種雙色的修容餅 但之前用得很薄 看到貼片之後就順便碎 現在就什麼都沒有剩 對我來說 它是用了之後覺得沒有那麼髒的修容色 因為有很多顏色 特別是修容 在這些健康膚色上用 很容易會覺得很髒的感覺 但我最近用這個 感覺上是暫時最適合的 之後兩支睫毛膏上面紅色 這支是Opera的 下面是Maybelline的 這兩支我都很喜歡用的 Opera這支 它根根分明 效果是做得很漂亮的 但它是比較濕 比較重 所以如果眼睫毛比較短 有機會它會去到中途的時候 就慢慢掉下來 但我自己很喜歡它塗 很快就乾 不會塗到到處都是 而且塗下眼睫毛都很漂亮 很仔細的 而Maybelline這支會比較輕 它塗上去的時候很快就會膩 之後也是很根根分明 但它的頭部比較大 所以有時候塗不到下眼睫毛 會塗到到處都是 或者上面也好 都很容易塗到 就是小缺點 但兩支我都自己很喜歡 它也是很持久 不會中間融到一塊塊 或者脫到下面整個紅貓眼 都沒有這個情況出現 最後就和大家說這兩支眼線筆 懸管型這支大家都不會陌生 就是很多Youtuber都會推薦的 Love Liner 我都用過很多支 我最喜歡的顏色就是Dark Brown 它的優點就是比較持久 就算你是油眼人士 你用一天都不會用 而且它畫出來的時候很順暢 但它的顏色很快就會越來越淡 要不斷塗它才會出色 而且它的顏色對我來說太自然 它那個深啡色未夠深 但如果黑色又太死實 就是我沒有整天都回購它的原因 雖然我久不久都會買一支 放在旁邊的 而數到我人生最愛的眼線筆 就一定是這支Model liner 而我用的色號就是Brown Black 在我身上它又是完全不會用 你畫完之後過了半分鐘 點竹都不會脫掉那些 就算我流大汗 眼線都是很鎮 全天 由早到晚上12個小時 都不會脫掉的眼線筆 所以我每一個化妝袋 都一定有它的蹤影 真的很好用的 好啦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我這幾個月存在的胸瓶 我的聲音已經完全沙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到 那接下來都會繼續存下去 隔一段日子就會跟大家再分享 如果你都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記得給我like和subscribe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同時是6時13時 同時是12時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bye